法国人的心真大,以为中国还稀罕他的幻影2000,要换中国量子技术。 看过电影《空天烈》的观众都知道,在剧中中国的尖石战斗机和幻影2000战斗机,进行格斗的桥段是这部电影的高潮部分。 在剧中,中国的尖石战斗机在开始时还处于了劣势,后来主角的《小宇宙》爆发才获得了最后的胜利,还是使用了非常规动作。 电影之后很多军迷就不高兴了,因为中国的尖石比幻影2000先进太多了,这种局面根本不可能发生。 如果单纯在近距离狗斗中,幻影2000本身就是轻型机,而凭借着大三角以设计带来的一载币的优势,是占据了一定的敏捷性优势的。 而且幻影2000是有一对小小的让流感的,起到了一定的压抑增生作用。 但是尖石作为一款中型战斗机,采用了更先进的压式机动布局,和更大推力的发动机,因此综合盘旋能力还是强于幻影2000。 战斗机的狗斗主要是看面斜性,角速度优势,和机动能力,推比优势,综合起来还是尖石更具有一定的优势。 而且要是自由空战的话,尖石凭借着先进探测设备,主要是雷达和光电探测系统,和超强的火控系统,完全具备在试剧外干掉幻影2000的能力。 尖石战斗机的超视剧能力是甩幻影2000几条街的,都不给幻影2000发挥灭洁性优势的机会。 我国自主研发的尖石是单发三代机中的佼佼者,只有F-16的后期版本能与之抗衡,幻影2000只是三代机中的入门级。 法国目前最先进的战斗机是阵风战斗机,其技术水准与我国的歼10处于一个档次,而我国的歼20和歼31已经完全领先阵风一代了,也就是说中国的战斗机研发水平早就超过法国了,就是美国对中国的战斗机研制水平都要高看一眼。 世界都知道法国人幽默,最近法国还针对世界幽默了一回,他们竟然想用幻影2000战斗机的技术换取我国的量子技术,简直是不可理喻。 其实,到在70年代末,我国还真是对幻影战斗机垂涎三尺。 到在1977年,我国当时的技术水平远远地落后于西方,于是向法国提出了想购买幻影战斗机的想法,法国也是欣然接受,谁还何钱过去不去了? 1982年,我国当时最优秀的飞行员是飞员是格文雍,和蒋勒秋还去法国专门试飞了幻影战斗机,试飞的结果十分令人折服,格文雍说过只要幻影2000不犯错误,我们的战斗机是没机会获胜的。 但是最后幻影战斗机还是没有来到我国,法国人真会狮子大张口,价格要得太离谱了。 中国的量子技术在世界上占据了领先地位,量子技术在加密通讯,反隐身探测和计算机领域都有着广阔的前景,即使是美国都是跟在我们后面紧追的角色,更别说全面没落的法国了。 我国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量子卫星墨子号,制造出了第一款反隐身的量子雷达,展示了世界上第一部量子计算机,目前只有美国在量子计算机上追平了我国,在通讯和反隐身探测上美国和我们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。 法国人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,竟然想用幻影2000战斗机的技术来和我国交换量子技术。 天啊!他们竟然认为中国还在想念他们的幻影2000,他们不知道幻影2000的技术在我国已经分文不值了吗?